6月8日香港特區政府舉辦香港基本法 頒布30週年網上研討會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會上指出 要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必須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 儘管香港經歷了風風雨雨 一國兩制仍然是最佳的制度保障 讓香港社會乘風破浪 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是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 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的前提之下 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 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 讓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維持不變 這個初心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亦都是中央一直以來對香港特區 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 基本法正正是基於這個初心 進一步明確、展述 並落實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 定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重要概念 規定香港特區實行的各項制度 勾劃香港特區的發展藍圖 所以要準確理解基本法 必須無忘初心 林鄭月娥還表示 在認識香港基本法時 也要同時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因為憲法及香港基本法 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限制基礎 根據憲法第31條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 按照具體情況 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決定 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 在此憲法基礎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4月4日 根據憲法第62條第14項的規定 通過並正式頒布香港基本法 於1997年7月1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當天生效 他還指出 憲法第62條第2項列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有監督憲法實施的職權 十三届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基本法》雖然屬於憲制性的文件 但是也有非常豐富實在的內容 他160條的條文涵蓋方方面面 過去一段時間 社會上較多關注的是 《基本法》中對於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規定 以及對於市民、自由和權利的保障 然而針對近年有人鼓吹港獨、自決、公投等主張 從事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活動 我們需要深入認識《基本法》 對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相關規定 林鄭月娥表示 香港基本法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 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下於中央人民政府 相關的條文定名 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法權和終審權 但同時也清楚保留屬中央的權利 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 鑑於香港面臨的國家安全局勢 日趨嚴峻 而特區行政立法機關在過去23年 以至到未來一段時間裡 都難以自行完成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中央對這個危害國家安全的局面 不能夠視而不見 在這個關鍵時刻 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 行使它的憲法權力 授權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的法律 然後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在香港公佈實施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是合情、合理 也都應該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林鄭月娥強調 特區政府會全力以赴 配合中央進行有關立法工作 有關立法是懲治極少數人所進行的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 從而保護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市民 使香港在飽受一年暴力破壞後 可以回復為安全、穩定的城市 國家安全立法之後 香港可以在疫情後重新出發 鞏固和提升本地及海外投資者 在香港營商的信心 林鄭月娥表示 儘管香港經歷了風風雨雨 一國兩制仍然是最佳的制度保障 讓香港社會乘風破浪 希望通過涉港國安立法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 確保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